我以前也曾經喜歡過利物浦 我的年代是李森美 高巴拿的年代 以前也挺好看的 成為歷史了 其實那張照片也是 拿一次也隨便 但那個反應不是很大 當然作為其他敵對球物來說 不是很想他拿 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01體育 再按鈴鐺 喜歡影片的話 就給我們一個Like吧 你說英超裡的雙紅會 我覺得是最厲害的兩對 氣氛是最好的 大家也有得鬥一下 現在的雙紅會完全沒有氣氛 我希望一個好一點的發展 一個平衡一點的 大家也有得鬥一下 起碼也有幾對 大家可以令到競爭力會大很多 我之前是盡量不看 看又看得不開心 我試過三間半夜的氣氛 看一場垃圾球出來 浪費了我的時間 為何來到之後 不知道壓力會大 這就是理師雜天看得很好 為何去到麻聯之後 我猜只有他 那對球的風格 命水 加上很多外來因素 我們現在不是求他 求他打得好 不要打到一坨糞便可以 就算輸球打得好 我們也不會怪他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多給他時間 其實我覺得挺喜歡他 是要差一點功力的 譬如別人換些甚麼人 他嫁回家的時候是差一點 你慢慢都要建立回來 不是說一出來說 你叫斯朗去教練 也未必可以 是嗎 本來貝林導師來到之後 整隊球是開心了 連我的球迷都開心了 所以用盧 很聰明 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是有進步的 我們要看多一季 至少球會肯付錢買人 這件事也很重要 清分都有一兩件上來 可能給多一兩年時間 慢慢再處理多些 再找兩個夾些 可能整隊球 慢慢將它起身打上去 不需要尋十多年那麼慘 我希望不會這個情況出現 我也不覺得不會